這個 壓古 壓古 壓得住 這可以捧一起來 喔 這平的可以壓壓落圖 你看 啊~~ 他國斷 不算國马鞠耶 應該活化石 等一下很多粉絲都現在看到我都說 我從小看你看他都長大耶 我一開始覺得這句很浮誇 後來發現其實欸不是欸我從2009就開始打職業了 現在已經12年了 其實他們很多從國小到現在也都大 2007我是幾歲 啊對啦真的很久了 2007我12歲 然後他已經在玩拋愛 那時候我也玩旁邊但很爛 完全不行是吧 雙噴連噴 我們歡迎美麗的副駕 林湘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湘 喜歡做副駕嗎 你是做那種副駕很吵 還是就是裝死的那種 都不中間啦 那很爛不行 怎麼那很爛 他在Google地圖嗎 欸我不會我都是在裡面 欸那我不知道欸 駕駕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欸 我覺得 你今天就是要活絡氣氛 不要不要睡著 不要睡著 可是滑自己手機也不行 你要一直跟架子聊天 也有然後會一起唱歌 這樣可以嗎 唱什麼歌 唱風吻歌 唱三歌 唱什麼唱什麼三歌 那還行那還行好不好 然後小葉安安 聽說春春跑跑很強 不是聽說 真的就很強 火化十等級啊 坐在這邊 打了十幾年了 能不強嗎 等一下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閉著眼睛跑在那裡 沒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 如果你覺得認真 我可以讓個十秒 但是閉著眼睛是真的完全 其實有試過 但真的太難了 我有遇過讓的 然後最後都會追回來超強 他是有後追對不對 對有後追 有後追 後面的會比較快一點 欸咚咚咚彎 稍微有看比賽 稍微了解一下 對還有後追模式 對所以我們今天競速模特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就是我們等下會玩幾圍 反正分數最低的呢 在我們下個環節 玩拋航運車的時候 就要被指使 嚇我一跳 對你可能要抬腿 玩Pogokka音樂 或者劈腿 反正分數最高就可以指使另外兩位 Loser 開始好不好 手下留情 拜託拜託 可以嗎 我覺得你應該是最後啦 現在就是我們兩個想怎麼淩虐你而已 你們啊 我剛剛就覺得我一定是最 你為了分數做出這種沒效果的問題 我給0分 不敬業 完全不敬業 春春能活過20秒 ok沒有問題 我其實是剛玩而已 好 開始 我可以五次機會嗎 可以可以可以 前面怎麼會這樣 那個好難 那不是就同一關 你在線上自己是不是 哪有 我可以讓人家自己嗎 會 Yaa 不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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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春 這是表演頭轉 沒有沒有這是表演那個 那個什麼 沒關係還有嗎 還有機會還有 就是撞車後模擬人的表情 表演撞車 對對對 還好我有戴安全帽 還好我有戴安全帽 對 還好有戴安全帽 你看你看 如果沒戴安全帽 你只要四下 你可能會死 因為我會說 你戴安全帽我就不敢催你了 你戴安全帽我就不敢催你了 因為我已經戴安全帽 所以剛才我剛最後一個玩那個 我覺得比較 特殊你有那麼多 有喔有喔 有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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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壓勾 壓勾 有喔喔喔 有喔喔喔 有喔喔 有喔喔 這可以衝起 喔這平衡可以壓壓到 喔喔喔 喔喔喔喔 啊啊啊啊啊 他磨管 台灣車站 停 停 台灣日常 他沒有打風向燈 聽到講 他沒有打方向燈 這不是我的錯吧 你這賽道你選到三重的 哈哈哈哈 前面都沒車 他還不是在那邊 你選到三重賽道 他是先左轉再打燈 好前面那個是我前面那個是我 我都看怎麼前面都沒車 台北球台北球 他直接吹下去 欸我發現其實Kill哥在沒什麼屁用 那分數加油 是不是安全駕駛第一 他要打方向燈 有有他有打他前面有打 但是其實你也知道很多 你說直線的話其實正常來講 你開汽車的話 你看到那種autobite 尤其是重機很快的時候 你打翻到那邊 應該速度100以上 所以Kill哥到底用 只是划算用而已啊 對對對我覺得Kill哥也沒用 好像你不要這樣 對Kill哥可是危險速 危險氣速太高了 可是看不到前面 正常不 VMware 很不錯 onde 漂亮喔 冷靜走 他們從馬力有點跳 太厲害了 完了 停 不對 通常 你手不轉 我按錯 他們撤錯 我按錯 其實通常剛才 剛才那個鑽過去 通常台灣是會停路邊 直接球棒拿出來 對這個不夠真實 剛才你被那車移弄 那個搖擺絕對是 過去有沒有用他 因為通常騎重機都會戴那個防護手套 他直接把他後照鏡砸 揍一個洞這樣 對對對 快就直接揍出來 直接揍出來 第三棒啊 1480這個 剛才多少 2000多欸 第一冠軍 2000起來啊 絕對冠軍 我不知道 OK 我幫你當第一名 我絕對不可以 靠你了 靠你了 我是醜女代表 米克是雞顏色代表 對 我不是醜女 我是醜 醜女代表 喔 醜女 對對對 專門 雞車研究色的 對 我是 我跟大家講 我的 我現在想不到 欸 太懂了吧 你貼分來了 You sure 小優 真的假的 成純去大洋拿冠軍 黃金垃圾的 這個是一個梗 這是跑跑的人 忠實的跑跑粉 欸 他才18歲 他是觀眾 我觀眾他是打傳說的 總而言之 我們其實 當時我們是舉手團隊 我們是有去對岸打比比 然後獲得了一個冠軍 然後獲得冠軍之後 大家可能覺得很帥 怎麼會捧什麼獎盃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批了一個就是 我們吃到的黃金垃圾帶 是一個梗 他其實是一個 這是披風 然後就很金很亮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梗 因為其實 那時候覺得很帥 那時候大家覺得 哇 我還好 我五年後來看那個畫面 覺得很奇妙 不會啦 不會啦 是一個回憶 肯定不曉得打完職業 當下就是各種當中 我就更喜歡的是過程 就當下拿獎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回憶過程當中 種種滴滴 就拿完獎到現在就覺得 拿獎其實好像也 就是一個成就啦 沒錯 我覺得他是一個最後的目標 那其實過程中 你跟隊友的溝通 以及你可能 例行賽會一直輸嘛 其實我們跟一般的 棒球或籃球一樣 我們所謂的一年一季的例行賽 然後最後再打一個冠軍賽 會去懷念過去再打一個 一年一季賽的部分 可能有輸有贏啊 或是跟隊友爭執的部分 但最後就是拿到冠軍的那一場 他會覺得這一切都會